用力一把推開 在臉書社團上敘述 旁人制止時 他還自稱是護駕 同樣令人傻眼 廟的中間走道 是神明在走動的地方 而不是人明在走動的 我們都不敢跨越過去了 會對神明恨 不尊敬 這次禁箱還出現有信徒 把天公爐當成手機架 為了搶拍媽祖聯教 手肘是直接架在天公爐上方 對媽祖非常不及的 當然我們廟宏 但是我們也很高興 盡量不要去做這個事情 當然如果說媽祖的 僱身 僱租 是好像對媽祖的不見 另外還有走比較慢的 鄉燈角拍下了這一些照片 路面上出現被人丟棄 幾乎只吃幾口的食物 甚至有的小餅乾 都還沒開封 香客一多什麼樣的人都有 拱天公也難得說重話 無論在廟門擋教 或是摸鑾教 甚至是浪費節緣品食物 真的不妥 被歸類為對神明不敬的行為 如何求得媽祖庇佑 賽地新聞中部